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主持人是IM 雪凌 有賣二 無邪 劇花先生 我是路過的何故 主題究竟是說些什麼 主題好像很悶 但某程度來然有些歷史意 和值得深思的地方 特別後部分會討論一些 現代和古代中西文化交入 很有中國文化 好像香港特色一樣 但跟香港本是沒有關係的 聽老師很悶 排長絕大 通常都是很悶的 今天這麼悶的事說來聽聽 就是日本的電視動畫發展史 嘩 好悶 直接不如說新世紀不甘戰士 算了不要煩 會說的不過遲些 說個年份也嚇死人 年份也不是很害怕 我多怕你跟德川家康開始說起 德川家康又有動畫 德川家康又有動畫 西人用我們這些畫 在轉 那應該算 在封城守吉那個年代 荷蘭 帶了一些好東西過去給他 這個曉旭的一些圖畫 那時候是有的 那些走馬燈 那類的那些 那時候已經是有的 沒錯 封城守吉那時候收了很多 外國好東西 躲起來 跟茶茶一起去看 當然要給茶茶看 這些動畫可以給小妹妹看 照你的動畫 原來那時候開始問 哈哈 那又怎樣 大政 如果最早 日本 不要再閘著他 好了 日本的動畫 很明顯的 就不是在電視機裏做的 那時候還沒有電視 是啊 這個都還沒有出現這個 日立 很平常 很平常 那時候究竟在哪裏做呢 就是去戲院 就是因為西洋電影流行 所以如果看電影裏 就開始有東西叫做看動畫 比較像一些 一些叫做 線畫電影 那就是不是人造的戲 簡單來說 鬼造 哈哈 就是一些非人 那樣畫出來 非人去演 應該說 不是人去演 那最早 你可以說 正式一點點 像一些動畫 那些黑板動畫 為什麼叫黑板動畫 因為是一個黑色的底 加一些白色的粉筆 就像以前大家上課 有些Visualizer 大家有一個老師 在幻燈片上寫東西 那種 像一個stop motion 對 都會像 就將畫的過程 就skip了 變成大家就看到 一條線 一條線 一條線之間的併合 那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經過剪輯 而變成了一個類似 一個動畫的先驅 那跟那些連環圖 其實不算很大程度的邁進 但是這個時期 其實都很早的了 已經是明治三十九年 嘩 那幾年呢 我們的西原 這個1906年 沒錯 大家聽說是1905年 是啊 文國都未成立 他們是多少後 你看你的賴臉未打 在看那些是多少後 孫中山那時候在哪裏呢 孫中山那時候應該是倫敦 應該是倫敦還是日本 應該是未十月為成 什麼 真的不知道 當然 但當然啦 剛才說到 正如何故所說 如果以這個形式作畫來講 其實那個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他那些流暢的表現 動作一定是表現得不好的 因為每張畫都要拆過之後就有畫過 很多時候 那所以呢 第一場和第二場呢 那些畫可能不同的 可能有些高一些 或者矮一些 那作畫不穩定 甚至現在我們所謂的 那就是要碰的嘛 哈哈 就是家常變飯 那就是同樣道理 如果經常這樣 又要拆又要抹 一大量工作之後 其實對於我的工作率會很大 很明顯就會限制了那套電影的長度 所以通常來說 都不會說去到一個小時以上 都是大概二十幾十分鐘 頂擁的左右 現在的速度也是這樣 現在的電視 那時候已經是一個最極限的戲院那邊 那去到長一點 然後去到 眨眼又過了差不多十年 那就是大政 終於沒有人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 坐手時光機 有畫則長又沒有畫則短 是啊 那他的大政六年 就是1917年 那日本終於有個第一套的動畫 那這個名字呢 就好像很奇怪 這個叫做 你怎麼讀呢 是的 讀吧 胡川禽三 玄關番之卷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清潔工人 這樣就叫做玄川禽三 那這套動畫 第一套動畫 那這個不是護者 嗯 那關番之卷 應該說回日文音吧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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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繼續 那當時所說到 他有一個電影性質來播放 那就是東京的淺草電影 第一次公影 那這個時候 那當然呢 如果就於這個 日本的第一套動畫 究竟是誰呢 那其實當時有一點震驗 或者現在 後人看來有一點震驗 那剛才我們在說這套 清潔工人這套東西呢 就是一位叫做夏川粒天的人 去做這個 這個名字果然是 特別了一點 對 樂的 樂的 那這位呢 是否其中一位被人認為 是這個 日本的動畫之父的人 那但是 也有另外兩位 這個 這個凸的 哈哈 不是 有一個平革 什麼呀 北山 山就是可以的 OK 那就是這個北山青太郎 還有這個 幸內純一 那其實如果大家查清楚一點 就會發現 真正是最原始的位置 就是剛才所說的 夏川粒天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上映的日期 其實是一月的 另外那兩位的兩套上映 分別是五月和六月 所以其實最正式來說 他是贏了剛剛好一季的時間 哈哈 哈哈 就是他是冬回來的 就是他是冬回來的 那些夏花 那些春回來的 是啊 所以就嚴格來說 真正的日本動畫之父 就是這位夏川先生 嗯 是很不幸的 是啊 因為剛才所說過 最初類似是一種黑板動畫的形式 如果要投射在螢幕上 很明顯就會用一些 比較強烈的燈光 其實播放形式的時候 因為基於這種強烈的燈光 對於那個人的眼睛 觀眾可能就沒有什麼特別 始終是直接射到大室 就是製作人員 或者幕後附近 其實在一個播映機附近 很多時候這些光的強度 就比較大的 最直接的一個問題就是眼窄 嗯 善光打閃死了 是啊 就被人閃死了 被死的閃光打 是啊 所以就有點眼窄了 於是兩年之後 他就已經離開了這個動畫界了 改回畫漫畫了 是 還可以畫到漫畫 是啊 剛剛所說的另外兩位 其中一位就是恨愛純一 其實我三套動畫之後 其實他也有一個資金問題 因為剛才說到 這個黑板動畫的形式 其實他的工作率是比較大的 成本比較高 還有當時的演戲未說 完全普及 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當然資金問題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於是去到1923年 這間公司都不是太有經營下去了 但後來他也有做回一些 是一些公關形式的 幫政府拍的一些動畫片 這麼像我正在做的東西 是啊 但是他不是你 但是雖然好像說到這兩位 都好像這麼 無憾而終 我剛才說到 但是另外那位 比較特別一點 開始了一些 比較下啟了下一個年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剛所說的 不尊稱太郎 有一個特別的方法 就不是執著於說黑板動畫 變成了一種 就比較像播一些幻燈片 那樣 叫做這個推稿法 那就是將一張畫了的畫 然後拍照 然後逐張逐張播出來 那就是比較像幻燈片 流暢度太高的 那作畫質素和穩定性 也都相對增加 那可以說是一個 挺大的進步來的 那然後去到後期 他也成立了這個北新電影製作所 也都開始了另外一種 就是剪裁動畫 可以說 那跟剛才所說的 有什麼分別呢 那基本上只是一個作畫分別 剛才所說的就是畫下去 這種就透過一種剪貼 那就是剪貼 所以不是將作要畫的 特別是動作場面方面 可以用回原本的上一個場景 所以成本就下降了 最早的兼用卡 對 原來新房超之都是成了先人的做法 對 八十年前的智慧 這個人 傳統的是最好的 但我想問 那個年代是流行了聲優嗎 是沒有聲音 是沒有聲音的 是沒有聲音的 當時有些戲就是 裡面沒有聲音的 有些人在隔壁那邊說的 那時候 他在你隔壁那邊說的 還有一種就是一邊播片 同時同步按摩 拿音機放音 所以這個就比較傾向 去日本動畫的第二代 關東大里鎮之後 現在第二代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進步 就很明顯地基於第一代這位前人的努力 剛才所說到 成立了這個北山電影製作所 成立了正現製作所 當然有不少的人會加入 或者做一些員工 當然有一定份量的培訓 和實際實戰的經驗 於是就下啟了下幾個年代 幾位名人 算是很短短地說一說的 這個大騰訊 這位可以說是想日本動畫 帶向世界的這個人 或者我可以說 換句話來說 想日本動畫 其實是讓世界看到 它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大家有玩過一些 比較日本傳統的摺紙遊戲 有些叫做千代子的物體 他比較承認 上次的北山電影所說的 那種剪台式的動畫 不過他所用的 就不是很色紙的東西 就變成用千代子 即是用一些日本文化 各有的紙張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就比較特別 色彩方面 可能說碎花一點 他當年也拿到一些世界上的獎項 可以說是一個挺特別的東西 當然他另外一個貢獻 第一套有聲動畫 就是超和四年 即是1929年 即是有跳了十年了 差不多 但有聲動畫來說 當然不會像現在的 有CV 配音那樣 是怎樣呢 就是播仔的 即是怎樣呢 動畫那邊開始播片 然後我們放了CD在播 那時候就不是叫CD 是唱片 1929年 黑條 所以怎樣 有些音樂是配合 同步 即是同步按播放 還有錄了對白 錄了音 然後錄了LT 即是開始都很聲優 你可以這樣說 但有一陣子就不會打個STARF出來 通常就說電影就是有所 可能是清潔格審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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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未必的 很難說 那時候是不重視的 那當然 話之你不好聽的 最重要是有聲音的 你所說的 唱片式的原理 有些特別的 他就是把電影的膠片 好像加一些洞洞 然後他用了齒能配合唱片 和播放的片 即是昇華用齒能播放 但當然 如果你一錄錯的話 那些片和聲音就不配合了 或者重新re-edit過又不配合了 對 所以就是一個 挺原始 挺麻煩的方法 那另外一位 可以說都算是非常有名的人士 也都 可以說持久多久 也都看了不少的後人 什麼叫持久多久 不是 即是說他所用的方法 是說他影響得深遠 比剛才所說的 那不是叫持久 影響得遠遠 但他的語系 他的 他的持久原來是這樣理解的 持久就影響得深遠 你看 IM果然是一個很持久的人 即是你夠不衰 即是你夠不衰 你也夠衰 聽到大家就不知道是什麼 聽到英文都應該不會知道是什麼 叫做Cellar 其實簡單一點 不是Cellary 不是 大家簡單一點說 就是幾十年前 可能大家就是父輩 或者四五十年代 做眼鏡那種膠 這種膠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 硬 硬 硬 是非常長的 持久力強 是的 也是 這種特點做的就是什麼 當你作出上面一些作畫之後 你會很難乾 所以你可以遲些再拆 再用過 他仍然是不會很明顯地上了一些跡 所以他多久才能乾 你說到 好像幾天之後 可以乾 當然 實際時間的回答你不同 但是 對比一下他會比黑板動畫的時間長得多 所以就可以形成到 後來也有很多人會用這種物料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公其進也是在堅持用這個東西 是啊 當年公其進是看了 其實 不是 後期一點 其實看了一位 跟這位人兄有關係 可能培訓出來的人 的動畫 然後看法 但是公其進是高考年代 大概已經五十年前左右 是的 但是不是 公其進也培訓了一個暗藝術名出來 所以隨時 你培訓一些 可能是完全是相反的人出來 不要緊 不如我們繼續這個歷史的進程 我們繼續講 同樣道理 剛才所講的 另外一套有聲動畫 也是剛才所謂的 正光獻三所做的 這套的播放方法 就有些不同了 就開始偏向做回合 有聲電影那種 即已經不是播唱片 即是聲音和畫面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那就不會說是 所以有聲音的問題 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奧魯 因為我們現場收音的那個年代興 即是我們之後很難做到配音去記錄回到那個 那個年代 1932年 是的 那時候實在是現場收音 電影就可以立即變成聲音和畫面 可以最快可以搞定 如果像動畫這些來說 你要後來配下去 你要變成配到 用一個裝置或用一些技術 配合到一個敲背裡面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非常之煩惱 所以就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年撻貓 即是大騰訊狼 那位的問題 不是自出現太空的 你說了我想說的 男貓呢 男貓呢 那男貓的問題呢 我答你不到 男貓基本上是那個年代的製造 應該是 講到技術上 沒有那麼久 男貓是他的朋友 也有男貓 不知道是誰 然後繼續說下去 另外一位是比較特別的 這位仁興也跟後來也有比較熱心軟的關係 這位應該不是仁興 是小姐 是男人 是男人 是小姐 是小姐 是男人 有美麗的幻想 他名稱為山本祖苗 跟某動畫的人差沒有關係 很多人聽到他叫祖苗 他的特點是什麼 不要執著於我寫的某部分 他就是第一套 用浮世繪風格的色情動畫 他沒有執著你什麼 很正經我們 我們是專長的 我們是認真的 但是很無奈地是供應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被當時的東京警察廳 是拿了一段片走 被人告 所以他想知道你 又不是光 是的 被道德的光環 哇 發成光了 不是 只是收歸各有 是 天王專用 內部的教材 是的 為什麼會說到他和後面的一段歷史會很有關係 因為這位就是後來東景的社長 你說到阿山本 是的 東景公司前身的社長 所以可以說下啟了很多東西 但是當然 剛才所說的這幾位 都是最初那三位前輩創造出來的 這位第二代 相對而然這班第二代也開始下啟了另外一個時代 就是二戰之後 電視動畫的時代 是人才培訓的 是的 說回二戰之後 追溯回來就是一些背景資料 就是剛才所說到 已經是超和的那個年代 剛才所說的幾位人興 但是大正時機 去到後期 其實已經播放動畫和播放電影 類似的 但是大家都有電影院 很多時候有些年代的限制 這些限制是什麼 當然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譬如說因為電影場裡面 會有一些類似警察那樣的東西 如果你對他不恭不敬 不會跟他很禮貌 他就可能大家不讓你播放 或者你也不可以帶些不知什麼進去 其實有很多限制 什麼叫不禮貌 我想知道首先 是不是給他一些錢 這個不排除 但是當然 歷史太久也找不到一些真的人的房 也沒有相關 即是要入錢 夠了10分鐘左右 15元來 等一補出來 那些 收租 簡單而言 換句簡單來說 就是明智時代 或者超和初年 那個限制是比較大的 電影院的自由度 也相對抑壓了創作方面 但是去到這個明智物大政方面 其實某程度而言 好像政府都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政府做了些什麼呢 這個呢 我們就之後再說了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之後再說了 那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之後再說了 那我們 又回到第二節的 《動漫無雙》 大家可能聽到剛才所說到 好像說 對警察不敬 都可能有些問題發生 可能說 會不會這麼黑暗 是不是盜聽同說 但是可以說回來 這個位置 我從誰看回來 參考資料 都算是一位 現時動畫的 一位很老寒專 那位仁興 所寫的歷史 根據那部分來看回來 那部分 那位究竟是哪位 就是舊時東映的一個製作部的部長 也都是 好像當今日日本那邊的動漫協會的名譽會長 是 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這個名字 最重要的東西忘記了 非常好 不要緊 我們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總之IM講出了這個資料來源 就是可信的了 是由他的著作那邊看回來 所以大家也要相信某程度 基本上就不會是假的 是的 那繼續講回那個年代的限制 可能是政府做了一些事情 政府做了什麼 就在明治45年 政府就曾經告過那部動畫 正確一點說 可以說電影 那個形式播放來說 就是說 那個空意是什麼呢 禁止一切有教唆犯罪性質的電影 嘩 那如果現在日本那些 死定了 什麼都教唆犯罪性質 大屠殺 那不是動畫 只是這個法蜜語都出事了 拿過來多少個口 嘩 嘩 那些出包女王那些也出事了 那些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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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 那些死定了 那些罵你阿狂業也有事了 因為欺騙罪 所以其實有些 二叔的行物可以打一次 但也沒有遠倆成立的 還沒開始 甚至到了夏啟的大政年代 大政十四年 開始會有一些業界評審那一類 甚至到了超過十四年 終於成立了電影法的物品 電影法當然會限制很多東西 播映前的審查 或者去海外放映 要拿一些限制 甚至入場的年齡 就開始了 夏啟的那些就沒有給他看 修歸國有的那些東西 雖然大政年代成立了電影法 但電影這件事 或者動畫電影這件事 也經常吸引到日本政府去注意 於是民暴散 相關的政策鼓勵了動畫創作 但主題是偏向於公關性 或者教育性 教育電視就是 對 最初是教育動畫 那些是五人子弟的那些 那些是有很多神秘訊息 看得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明明是哪一集的 明明可能有青山一點 日本的那個嘛 是啊 舉了一些例子 為何會有教動畫呢 可能有一個動畫過去就叫植物心理生繁卷 哇 Biology? 不是Discover Channel 他不是說蜜蜂如何採花蜜交配的那些 簡單來說 電影做不到的 或者是人為拍攝方面有極大的困難 但如果自己繪畫的話 就可以做到的東西 那就是運用了動畫的那種創作性質 作出這樣的教育 或者宣傳方面的用途 那當然 剛才說到這個是戰後的問題 那戰後也會有一些東西進駐日本的 那當時日本稱為G.H.Q. 聽到是完全不懂得翻譯的 聽英文譯就會知道 英文譯簡稱是甚麼呢 就是S.C.A.P. 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 那簡單來說 聯軍的最高司令官 最擁司令部 那這班司令官司令部做了甚麼呢 就是他集中了剛才所說的那一代 即第二代的動畫創作的人才 將他組成了甚麼呢 就是用回日本政府的方向 就是將他用作一些教育圖 希望可以說把這個 擅用媒體的力量 創作一些好像可以說 幫日本戰後的宣傳 或者幫他民軍 洗底那類的 洗腦 但是相對而 他出來的成果就不是很合民軍那邊的角度 但是他的藝術成份是很高的 那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剛才所說到 剛才所謂的政綱獻衫那位 用了一些S.A.L.O.G. 那些叫蔡露閣的動畫 那些維二的 善用了那種物料 創作了很多比較纖細的效果出來 所以藝術價值 或者技術進步來說 是高了很多的 但是就滿足不了 政府或者有關方面 要求表達出來的信息 商業價值和價值價值不平衡 是的 所以這個組織集合了一大堆人之後 很快就被人解散了 破產 這個組織不是叫做新日本動畫社嗎 是的 只要維持了兩年而已 哦 沒有要破產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當然這群人被人解散了之後 他們會自己走出去 走出去之後 他們就置了其他公司 置了一間叫日本漫畫影畫社 但是過了不久 破產 沒有人支持他 沒有水喉 因為剛才說過 戰後方面 經濟可能比較缺乏 還有本質動畫制作方面的成本 也都不太低 所以破產是很正常的 說得很不負責任 說得好像送死去那群人 完成了歷史任務了 拜拜 當然破產之前也有人跳船 跳船那群人又弄了另外一間公司 做了一個叫日本動畫電影公司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位山本 和鄭哥那兩位組 而社長就是做山本 但是這間公司 後來就是在超和27年 就跟另一個集團 這個東寶 這個東寶合併了相關的機構 最後去到超和31年 就被日本的五大電影商東映收購了 正式成為東映動畫 就是現在的東映就是 就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有個浪泊在這裏 就是這樣就出現了東映這件事 然後怎樣呢 東映其實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 東映的意義當然 現在你看看東映的作品就好像說 寶寶一定是好 例如那些東映版的 東映版的Air 還是Curado 那些大部 就是世界陣營的問題 他不懂做那些事 只可以說 都不是全部都按不按 但當年來講 東映其實做出一些很突破性的 為什麼呢 東映的目標就是什麼呢 迪士尼 為什麼呢 因為迪士尼當時可以說 一個走在這個世界動畫的牛耳 整個牛耳 世界動畫的尖端 設定了很多這些 一些所謂的最佳的範例 東映也要學習它為目標 因為其實 除此之外 他也嘗試學習迪士尼那方面的製作方法 於是 東映成立了之後 大約二年 超和三十二年 已經是一九五七年的時候 製作部長 這個手下泰司 就親自去美國 去考察迪士尼的製作方法 日本人很喜歡的 他們明治維生之後 可以半個內閣去歐洲建學 日本旅行而已 開公訴的 他們這些參觀 每一次回來都影響深遠的 為什麼這樣影響深遠呢 就是 起了一些比較雲偉的東西 好像是因為突破性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過去的動畫製作 很多時候都比較家庭式 製作室不會很大 一兩個單位左右 佔地很小 比較山寨 好像戰後槍廣那種工廠 但是呢 他去完迪士尼之後 他就在東京的廉馬區 建了一棟製片大樓 廉馬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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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的啊 所以呢 可以說是普通管 但是承認了制管大樓之後 也引進回到他的分工制度 譬如說 將不同部份的動畫製作 分給不同的人 然後用工廠式去處理 總共分成二十幾個工序 很多的 嗯 同樣而言 雖然呢 迪士尼參與了這個標準 但是呢 東映究竟做不做到 迪士尼的標準呢 很明顯就應該做不到 當時 是那個年代來講 迪士尼那時候 已經在用24格每秒的波波速度 但是當然 東映的東映 只是用到12格而已 嘩 已經很厲害了 對呀 一個碗都很厲害 對呀 到後期的手寵就更厲害了 嘩 偷格 哈哈 我追不到 不要緊 我偷 什麼分配件 什麼畫塵 塗塵呢 多厲害 當然 東映所以說 受到這些 迪士尼的感召 你可以當成效法的對象 哈哈 蒙主總召 跟一些原因 追完索本 可以說是 全世界的第一套 彩色的動畫有關 第一套彩色的動畫 就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 1950年 1950年 1950年就是日本上映 於是日本上映之後 正正就啟發到東映了 因為剛才說過 東映是1956年的 就是《白雪公主》日本上映之後的六年 於是就啟發了他的目標 然後去到後期 東映成立之後 在成立之後的第二年 超和33年 就推出了他的第一套動畫 彩色作品 都是《白》 不過是《白蛇傳》 真的會有點過分了 是的 隨此以後 推出了一定份量的作品 但是呢 東映開出的第三套作品 就牽動到一位 可以說是 日本現代動畫的一位 始作俑者 先驅了 漫畫之神 手中自從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東映的第三套公映動畫 就是1960年推出的 那一套就是《西遊記》 《中國萬世紀》 不知道啊 你不要問我了 那一套是《鳥山平反》 是的 但看回來說 他漫畫原作 就是手中自從的作品 就是《我的書不好》 於是 因為他是原作者 就找回他來做這個構成 是 就是這個動畫的構成 但是呢 雖然手中虛然想做動畫 但是做動畫的途中 就發覺了一些問題 就是東映裡面的一些問題 就是 因為他是分工制 於是呢 其實很多的部門 也要跟不同的人去合作 而且也發現了 漫畫和做動畫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所以明顯是有些分鏡的處理 和動場的表現 於是呢 其實手中吸取了第一線這些動畫的基礎 但是同樣道理 你們都明白到 東映動畫的實際方式 是有他的問題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會騙殺了創作人自身的一些意願 因為他是分工式的 你是很難把你的個人意識 或者個人風格 很強調 只是命令 對 即是變成了一個物霸的製作人 所以問題就出現了 於是呢 也啟發了他後來自組出來的公司 變成了首層的悲劇 對 破產的悲劇 似乎這一群的先驅 每一個都經歷過破產 為什麼 是很快都經歷過 天職國大任於私隱 先落企攻擊 破旗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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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手中都算好 因為手中的公司 破產速度就沒有那麼快 對 剛才那幾位 幾年又玩完了 三年之後又有三年 對 首層回得起身 對 所以就不同 首層也有很多好朋友 去支持他 幫助他 他只是大過了這一關 對 當時首層創作公司的時候 就是剛剛在八蛇傳上映之後的三年 就是超和三十六年 已經是一九六一年的時間 但是當時手中送入公司 是很少人 是 大概只有五六個開始起頭 然後這幾個就是骨幹人緣 當然 那時候我們看《我們的歷史》那套戲裡面 三妹是否去製營這間公司 這裡有個嘉賓 對不起 你講哪一間 首層那間 我猜是吧 他都沒有講到 是 我只記得 這個譚元龍 做這個首層 很開心的見他做得 我們繼續 詳情請留意的 我也知道你錯朋友 講到完畢 就是 剛才所講到的 主要是幾位這樣的製作人 就是首層或中心 也有一定份的製作人員 但是人數反而是很少的 是遠比 就是比東影草創的時候更低 因為東影草創的時候 是有二十三個人的 然後去到那十年之後 東影已經大幅增加到五百六十個人 所以說 發展方面都很快 但是首層方面發展有沒有那麼快 很明顯就沒有那麼順利 因為東影過去有他一定的 份量的經驗的人物 還有資金 他都有資金 但是首層沒有的 首層當時創作的資金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漫畫稿費 首層就是雙手 他的資金 就是那些蟲 那些蟲 那些蟲幫他念什麼 可以壞得可以吃得可以吃得 還可以生爛咖哩出來 哇 明就明白 不明就不明白 夠了 麻煩你 首層當時創作了 成立公司之後的一年 都算很快 成立 創作了他第一套的作品 就是這個某街角的故事 當然這個某街角的故事 聽上去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當時可以引起回響幾大 因為其實雖然作為首層 沒有太多的動畫制作經驗 但是營造了這個動畫出來 亦都受了大眾的好評 亦都拿了不少獎 例如藝術節的鼓勵獎 還有 鼓勵獎 鼓勵獎 只是第一部 是啊 你這樣說 鼓勵獎 新海城的彈舞 都不是很厲害 你對比 如果演笑作 也不是 第一部已經引到很大的回響 不是 回響 現在真是人 跟彈車兩鬍子 但又是 這樣也是 剛才我們在上一節 我們講過關東地震之後的第二代 已經齊入了一個叫做大騰訊郎 即是用了千代子那一位 其實在他可以說是 接近彈出這個動畫舞台之後 亦成立了一個獎 比其他人 就是成立了這個叫做大騰獎 第一格得主 就是首重的這部電影 可以說其實 可以說是受過熱界的好評 亦都可以為一個肯定 是 但是 成功了之後 某程度來講 第一套一定有多少少的實驗性質 但是成功了 第二套 沒有理由 首長繼續找他自己的稿塊 不斷貼 於是就要找一些商業性質 比較大的電影 但是這個時候 歸咎著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三神器 三神器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戰後的三神器 三個新科技的發明 是的 就是電視機 雪櫃和洗衣機 沒錯 詳情請留意劇無雙 又是 哈哈 觀念魅力夏天那集 我們有講到的 創作電影方面 資金比較大 相對而然 如果轉向電視的話 資金好像會比較小一些 但是如果轉向電視廣告 廣告創作 或者做一些最初的公關 教育上的東西 亦都未必要找到太大的資金 或者未必有太大的利潤 於是最後決定了一件事 就是電視動畫 於是電視動畫 但也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電視動畫的成本 究竟要多少呢 其實參與東影方面 東影主要是做電影性質的 時間比較長 如果東影方面 要做一個半小時的動畫 要用三百人 還要用成一年多的 他生了二十個部門 是的 但首相剛才有多少人呢 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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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人 過到而已 很少而已 首相是從公司那邊 是要去到比較後期 破產前就多人 是的 四百多人都有 要急去破產 要你人面目的 必死你是瘋狂 有馬你等一下這麼感慨 但是呢 如果同樣的模式 縮小的電視動畫 大概三十分鐘 仍然需要一百人 和六個月的時間 要多少錢 做多少集 一集 三十分鐘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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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比桂花更慘 刀魚都不行 現在好像兩個月再一個 搞定了 哇 身房超級 那些 當然也要考慮一些東西 因為當時有一個技術 還未引入 後來這個技術 就是風影引入 就是一個靜電影印 即是把整幅圓畫 可以拍下來 然後再放大縮小 這些技術就很明顯 加快了 就是這些 膠片 大量使用了之後才行 是的 這個就是後期的東西 這個就未講到的 首相是想怎樣 於是就玩了一些電視台方面的支持 亦都找回一些贊助商 但是電視台方面 就肯給五十五萬 去做它的第一集 一直都會繼續保持 其實每集五十五萬 其實就解決了某個程度 因為剛才所說 如果用三十分鐘 大概要五六十萬 當然 首通方面 如果要承擔到 那塊鐵帝 如果不想那塊鐵帝 就要減少格數 因為剛才所說的是 東影模式 嗯 偷格 於是你就是偷格之神 偷格之神 就出現了 偷格之神 偷神 偷格之神 偷神 偷格之神 所以他還未認識新房超智 他就嚇到我 我不需要偷格 我用定格 你不需要滑 去摸起 偷也不用偷 我是定格 他幫真人 一分鐘定格 用星優搞定 這些才是最高超 哈哈 同樣時間 電線方面 有資金的幫助 但也不能完全足夠 也找到一定份量的贊助商 取決就是 Pizza Hut 那些嗎 不是 兩間比較大的糖果公司 P and G 就是這個 心永和明明 劇 但最後是誰贏呢 其實這個也算很特別 就是他跟心永說 我們要回去考慮一下 明智就 可以 給 即時就達成了 於是 後來 這個小飛俠 出了之後 明智的糖果 又大量貼上 小飛俠的標誌 於是 可以說是 銷量分明 那個時間 就力壓了心永 那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為了小集穀的故事 是 但面對剛才的問題 這個制作時間比較短 手中其實也都面對一種 另外一種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 手中是畫漫畫的 他畫的原稿是很多的 但是 動畫製作方面 如果你要畫那麼多的原畫 那麼多的東西 他後面的製作人員 未必全都明白 未必做得出來 於是就面對一些問題 於是他剛才所說的幾位骨幹人員 就決定了一件事 就是 自己分工 拿著手中的原畫 然後自己再分工 然後五個人分監去做 分鏡 大幅去搞定 不是 每個人是每個人負責拍 雙部動畫斬開 然後時間變得很短 五個星期 就開完整集了 嘩 都要五個星期 但是 在製作的時候 他們面對了很多這樣的挑戰 或者是難度 於是也有一定份量的規矩 現在看回這些規矩 也不可以跟現在的動畫沒有關係 這些規矩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 一畫不可以多過2000張 嗯 但是2000張 如果你看回一畫三十分鐘 即是多少呢 即是1.1張畫一秒 嗯 那就是接近是 看 定格 看定格 其實當年始末就是定格 而且身房超G 都是用前人智慧的 哈哈 所以說 不可以超過2000張 哈哈哈哈 不可以超過2000張 沒有說不可以超過2000張 是啊 那同一道理 他不會用一些所謂的 完全動畫 他是用一些叫做Limited Animation 就是限制動畫 為什麼叫限制動畫 就是 人動的背景不動的 不是 他說每一張畫中 可能是兩個動作 就是兩個虛影 就是手慢慢開始向上移動 一個動作可能是 在胸口附近的 然後第二個動作 移到頭那裡 兩個虛影 然後快步的時候 兩個虛影就好像重貼了 可以說 用兩張畫的動作 合併在一張畫中 然後 然後把移動的部分 淺色一點 然後當你快刺一陣 就不覺得 現代有些動畫都仍然用 即是殘影 對 和F91是沒有關係的 哈哈哈哈 這種方法 也用了 現時都會用到的 例如說 整個背景這樣移動 以及剛才所說的 膠片那一類 即是 口說話的 口有另外一張 那會不會出現影分身的 不知道 這就是Photoshop的圖層 他首創的 可能 有關係的 當然 動作方面 甚至可能有時候 手腳的小部分動作 也都用分同一個原理的製作 這就是部件 後來又承結了一個 兼用卡的出現 哇 惡的東西 兼用卡之神也是他 在P-Loto好像是公司分散櫃 風景 山水 手 鏡頭 硬油 鼻塑就分散 就是製造了一個 倉庫的物體 就是酸好 是罐頭的東西 對 亦都避免了一些 比較長的鏡頭 盡量去吸短門的鏡頭 就避免了這些 村崩位出現 是的 所以說 這些東西 雖然整理出來 但是出來的效果 也都算挺理想的 為什麼呢 可以從一個收屎方面 反映到 小飛俠 即是這個額頭目 製作了所謂翻譯一段時間 終於在超和的三十八年首播 首播第一個星期已經有27.4的高的數量 過的日劇 不可以拿現在的 你不可以拿現在來比的 現在的日劇是挑戰銷售稅 現在的速度已經爬升得很快 很快地說一說 28.8 跳到29.6 然後慢慢跳 其實第四個星期已經是超過30%的收視率 所以說是非常厲害的 後來也都一直這樣維持 直到比較後期 從公司可以說比較穩定了之後 其他動畫製作出現之後 從公司所製作的動畫 先那個收視才會回落到兩成 但是當然 那時候也有另外的競爭對手出現 例如東映 也都描述到市場的優勢 其他對手出現 這些我們就遲些會再說 但是小飛俠 雖然阿彤木的成功 亦都考慮到另外一些東西 成功之後 究竟資金可不可以回到本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回到本 要回到本 除了贊助商和電視台方面 亦都有一定份量的東西 現在是一個商品化的線距 商品化是甚麼呢 當時是比較保守的 好像還要停留在一些文具 即是原筆拆膠 加一些小飛俠 都是小朋友 口水堅 應該加上 收生還是 奶嘴 尿片 可以 還可以 內褲也可以 是阿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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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隻紅色 那你就像阿彤木 那樣 我原來超人多了他的 嘩 無理不了 不知道 這些物體 商品化之後 亦都收回 把版權賣出去 然後商品化 然後在商品的利潤 商品的銷量那邊 拿回2-7% 做一個資金的補償 可以說 作為一個電視動畫的先驅 他也下啟了 是剛才所說的 很多不同的現今也都看到 因為剛才所說的 兼用卡制度 或者是一些動作 可以說有限動畫的應用 這類的動作 現在動畫不是完全沒有 亦都能看到 還有某些風格來說 可以說他是一個先行的人物 所以他也可以說 為何可以稱為動畫之神 是有原因的 是 那今集就說到他就完結了 是啊 那怎麼辦 我們會有之後的 OK 之後我們會繼續說 就是說這個 手中自從之後 還有這個 攻其進 原來去到最後 那M野獸名呢 M野獸名 那就是第三集 不用幾個東西來的 是啊 OK 那好啦 繼續看到 多謝各位 今晚收聽的 動畫無雙 下個星期再來 咱們先輸在這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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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